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好莱坞聚心到摩纳哥王妃的传奇 给世人呈现一个倾国倾城王妃形象 即便多年过去 人们依旧不会忘记她那位永恒的妙思 高贵优雅而冷艳的金发女郎 摩纳哥王妃是时尚界的宠儿 她的举手投足间既显优雅和高贵 惊艳众人 正如电影摩纳哥王妃台词说的那样 她的人生之所以被描绘为童话 是因为她确实是童话 1959年4月10日 名人天皇与日清智粉公司的郑田英三郎的长女 郑田美世子步入婚姻的殿阳 灰姑娘和王子的爱情故事也跟艳线 而日本皇室象征的菊花文章王冠第一次戴在了一个平民女子的头上 美世子如愿成为主名人皇后 她是如此的美丽 一颦一笑尽显端庄奔婉 婚后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然而对于名人皇后美世子而言 从平民到皇后并非一件幸福的事情 这位名媛始终她的傲气 亚金拉尼亚是约旦王后 阿拉伯族人 约旦国王二世的妻子 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美丽 最优雅的名媛 有最美王妃之称 她的举手投足间尽显高贵美丽 充满智慧 赢得了世人的青睐 媒体一路将拉尼亚与杰菲林肯尼迪 戴安娜王妃相提并论 这不仅因为她长相甜美 显赫的身份 更是其为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 这位年轻的王后 无论何时出现的人们视线中 她的形象总是优雅 时尚又充满智慧 经验众人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制作者 智慧之后 政策 欣赫 家政策 账